蒙古和美国达成3100万吨稀土合作 怎样才能运出 如果蒙古国想要借到中国 我国能答应吗 2023年8月1号 国际上传来一则重大消息 蒙古国和美国签订了稀土出口协议 作为中国的邻国 蒙古国一直以矿产资源闻名于世 2023年5月 蒙古国的霍特格地区 又发现了一座巨型稀土矿 直接让蒙古国的稀土突破3100万吨 成为仅次于我国的第二大稀土国 这让美国垂涎欲低 于是美国就提出想要开采 蒙古国境内稀土的请求 并表示会让出非常丰厚的利润给蒙古国 蒙古国总理罗布桑纳姆斯莱一听就乐了 连忙带着外长巴特蒙赫亲自飞往美国 与美国政府高官会谈 并签订了稀土出口协议 计划向美国出头3100万吨稀土 可蒙古国和美国之间 隔着中俄两个国家 他们要怎么把稀土运出呢 稀土是半导体最核心的原材料 是全世界都在争夺的重要物资 虽然蒙古国的稀土资源丰富 但他们的开采提纯能力非常薄弱 如果通过空运 势必会加大运输成本 所以唯一的运输渠道就是海运 可蒙古国本身没有大型港口 想要把稀土运往美国 只能通过俄罗斯和中国 在当前俄乌冲突的背景下 俄罗斯断然不会同意 而我国的天津港 就成了蒙古国最好的选择 其实早在今年6月26日 蒙古国总理在访华时 就亲自到了天津 提到了想要租用天津港50年 并希望我们配合 加快完成天津港的建设 真是司马昭之心 人尽皆知 但迟迟没有得到我国的批准 其实不只是美国 韩国也对蒙古国的稀土 虎视眈眈 蒙古国将稀土卖给韩国 却想借到中国运出 派人访华商谈开放运输线 我们能答应吗 蒙古国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 3100万吨的稀土资源 更是让世界各国垂涎欲低 尤其是芯片产业发达的韩国 对蒙古国的稀土早已虎视眈眈 稀土是半导体最核心的原材料 韩国80%的稀土 都是从中国进口 为了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韩国就想对蒙古国的稀土下手 给蒙古国修建机场 在蒙古国投资建厂 包下蒙古国大量煤炭 开始源源不断地给蒙古国投资 最终与蒙古国达成稀土出口协议 但蒙古国作为夹在中俄两国之间的内陆国 并没有自己的运输线 只能靠中俄两国 于是想要将稀土出卖的蒙古国 就打起了天津港的主意 早在2009年 蒙古国就想在天津租用10公顷的土地 用来存储货物 又在2023年6月 向中国提出了50年的租赁计划 毫不夸张地说 天津港承担了蒙古国大部分的运输任务 没有天津港 蒙古国的出口贸易将会严重受挫 但最关键的是 蒙古国本身并没有稀土提纯技术 就算将稀土卖给韩国和美国 蒙古国也赚不到多少钱 可为何他还要将稀土卖给西方呢 这一切还要从蒙古国的处心积虑说起 蒙古国为何要把稀土卖给美国 怎样才能运出 作为中俄两国的邻国 蒙古国安全十足 在中俄的保护下 蒙古国从来没有过外患 可为何蒙古国这次偏要一意孤行 与美国达成稀土出口协议 其实主要还是因为穷 2019年 蒙古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才正式通车 还是我国原件的 别看蒙古国面积很大 矿产资源丰富 可全国上下只有两条铁路 一条通往中国 一条通往俄罗斯 更离谱的是 本就不富裕的蒙古国 却背着280多亿美元的外债 而这主要是因为蒙古国的恶劣天气 零下几十度的气温 狂风乱卷的沙尘暴 让蒙古国人民苦不堪言 最拿得出手的就只有矿产资源 但蒙古国本身是一个资源大国 完全不需要进口 好在我们中国买下了蒙古国的大部分矿产 让蒙古国每年都能有十多亿美元的收入 但蒙古国并不满足 于是就开始寻找其他买家 美国韩国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而美韩两国最眼馋的 就是蒙古国的稀土 稀土是一种特殊的化学元素 不仅能做芯片还能造枪炮 在电子航天武器医疗等众多领域 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所以也成为了各国争抢的资源 虽然美韩都与蒙古国达成了 稀土出口协议 但蒙古国想要运出去 却离不开中俄两国 这也成了蒙古国所面临的大难题 大家猜一猜 中俄两国会让蒙古国借用本国运输线 把这么重要的战略资源运出去吗